我們今天要介紹商店街五選 首先第一站我們來到了護岳銀座 TOKO SIKINZA 這條商店街長1.3公里 也是東京最長的商店街 很多筆記美食 像我生活方的這個KARAGE就超有名的 這是這個商店街的奇祥物 我們剛剛在TOKO SIKINZA看到很多KARAGE的專賣店 我們就選了一家進去吃吃看吧 很juicy 然後它完全不用加任何的醬啊鹽啊 直接就有那個皮上面就有味道了 我們今天請到我們日本朋友SATOMI-SAM 來幫我們解釋一下商店街對他說是什麼感覺呢 DONON 我們現在到了吉祥寺 有五點的商店街 SUN ROAD 這條商店街正是下雨天的救星呢 近來的SUN ROAD商店街 是另外一條商店街叫做DAIYA街 我現在在排吉祥寺知名的SATOMIENCHIKAZU 它這個包裹牛肉加上洋蔥真的太絕配了 這邊的巷子錯綜複雜 很有昭和風味很適的來探險哦 天氣冷的時候是釣魚燒最high啦 滿滿的這個餡料超好吃的啊 吉祥寺的商店街不遠處就有錦枝頭公園 非常悠閒哦 我們現在到了緊鄰中葉站的中葉商店街 這邊的遊頂商店街SUN ROAD 有賣很多日常用品 集結束餐廳哦 裡面也販賣了很多有趣的小物 中葉的商店街有各種不同的居酒屋 大家可以選擇看看哪一間好吃 SUN ROAD 你就可以到知名的Nakano Broadway 這邊有賣很多跟動漫相關的產品 有時候可以買到難得一見的二手貨哦 我們現在來到Asagaya 逛逛它的商店街吧 Asagaya一出站就有一個有屋頂的商店街 Paru Senta 這商店街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非常非常長 而且商店伶俐 商店街裡面也有這些極具特色的小餐廳 阿佐伯的高架橋下 最近新開了一個專區 這邊有很多自然系的餐廳 阿佐伯一般接在這邊 有很多內行才知道的韓阿蘭美食哦 我們現在找了一間超MAN的 MOTO PONTO PONTO 我點這個850的夜郎 讓我看看多大 那圓圓的550塊 七五種多大呢 不是超大的啦 我們現在到了武藏小三的商店街 HARUM 這邊有家高人系便宜店 有滿巨大的八分型哦 我買的是680的小聖代 已經看起來很大了 隔壁說我買的是2800的超大聖代哦 現在來到我們私房的餐廳 叫做Kitchen Ribs 這邊的熱牌超級好吃的 它的這個肉啊 這個軟到爆 爆力超軟 它吃起來啊 超級的入味 它下面會有一個馬鈴薯 這馬鈴薯吃起來也是超級鬆軟的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商店街五選 來日本的朋友來去吃吃看哦 我是毛伯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